今天是2024年3月10日 過往版主都很少在星期日剪片或者出片 但是為什麼今天都會出片呢? 事緣就是早幾天東張西網就出了一篇報導 就說有餐廳老闆就受到一些疑似電視台的人員邀請 就說他被電視台列入了所謂的十優名單 就將會幫他拍一些影片、宣傳片 就幫他家餐廳做宣傳 還宣稱拍片的費用全面 不過就要收回餐廳,24個月的版權費用就總共48000元 而那間公司又宣稱已經找了尖瑞文代他拍片 還給了一些過往的片段,令到餐廳老闆就信以為真 最後就疑似代入騙局 東張西網就產上了那間公司找負責人做訪問 但也訪問不到任何的結果 最後東張西網又丟出例牌的字眼 就叫觀眾自行定奪誰對誰錯 本身這些疑似普通的商業糾紛 版主就不打算說 但當事件越畫越深的時候 就發現背後隱藏的事件 就沒有表面上看得那麼簡單 例如這間公司 原來除了尖瑞文之外 還找了其他的藝人幫他做宣傳 而這間公司的宣傳影片 又或者幫其他的客戶賣廣告的片段 又似乎有造假的嫌疑 而他造假的目的 看來就是為了吸引其他的老闆 其他的餐廳 或者其他的商業客戶 落廣告給他 又或者給他拍片 而最後這間公司到底是哪間公司呢 版主似乎又在網上找到答案 到底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是怎樣的呢 版主搜集了資料之後 今天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看這條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版主的頻道 未訂閱的就訂閱一個 訂閱了的話 就給個like 和share版主的影片出去 支持一下版主的製作 如果不是的話 版主將來出的影片 不單止會沒有人看 甚至將來在youtube 都會搜查不到 首先就跟大家講解了發生什麼事 東張西網仔3月7號的晚上 報道了一件事 就說有餐廳老闆 收到自稱是電視廣告公司的電話 就說他們公司 做了一個自稱叫做十優飲食的計劃 就說他們餐廳很有潛質 於是就想找他們拍一條宣傳片 放上他們公司的網頁 就會免費幫他們做宣傳 還說費用是全面的 那餐廳老闆聽到之後 有人免費幫自己做宣傳 當然是開心 第二天 就上到那間公司那裏 就打算跟他們談合作的細節 再加上那間公司 所遞上的公司資料 和卡片 發現他們的地址 就在荃灣海盛路9號 有線電視大樓那裏 那餐廳老闆看到之後 就以為是有線電視找他 就心想實沒死啦 有線找他做宣傳 怎料餐廳老闆之後 上到那間大樓之後 就發覺 上到去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除了水牌沒有那間公司名之外 那一層也疑似是賣散了 於是就在走廊走幾個圈都找不到那間公司 直到就有自稱職員的人就走出走廊問 你是不是貿務人 你是不是找誰誰誰 他正在開會 我沒有空 你去第二間房子坐著 預視者一等就等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才有負責人出來找他說話 然後就說 所謂的完全不用收錢 只是拍攝的費用就不需要他承擔 但是餐廳老闆就要拿48000元出來給他們 那這48000元是什麼呢 就說是版權費 2000元一個月 因為這間公司就會幫他播放24個月 所以就48000元 那餐廳老闆 似乎又想縮沙又想走 又或者想離開考慮一下的時候 負責人就不斷要他即時付錢 又說沒有帶現金可以錄卡 可以寫支票 如果全部都沒有 都可以用電子支付 之如處理 最後餐廳老闆 為了可以走人 就放下了10000元 而他自己也都打算撻訂 誰知道 這間公司就似乎找人滋擾他 就說如果你不給美蘇 我們是可以採取法律行動的 餐廳老闆 似乎也不想再理他 不過他就宣稱自己在明 人家在暗 可能就怕這間公司會找人搞他 就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想找東張西網幫他拆 而東張西網 第一 就先找尖瑞文 尖瑞文 都承認有同過這間公司合作 不過 就沒有好像那間公司宣稱 就收了800萬幫人拍片 而另外 東張西網的節目主持人 也都嘗試去那間公司那裏 找負責人出來了解 只不過 問來問去都問不到一些確實的資訊 去到最後 當事件演變成為 無靈兩可的時候 東張西網又會 例如丟得一句 到底誰對誰錯 就讓大家自行定奪 正當大家以為事件是 毛頭公案的時候 版主就發現 這間公司 其實過往都已經有人討論 亦都是用相同的手法 去騙錢 而版主在順行摸瓜的情況之下 分別就找到 他們的YouTube 網頁 Facebook 專頁 IG 專頁 等等的情況 就發覺 他們每個頁面所說的東西 都是完全不一樣 而他們拍出來的這個所謂十優系列 沒錯 拍是拍了不少的 但亦都似乎是有造假的成份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版主現在就詳細地跟大家講解 首先 版主發覺 原來早在連登 在四個月之前 就已經有相同的討論 就是說有間公司 就是用相同的手法 疑似詐騙 又是說幫人拍宣傳片 但又是收人家四萬八千元版權費用 而這間疑似騙人的公司 就叫做 Smart B TV 因為公司名字太詭口 版主就叫做 S TV 就算了 根據有連登仔 貼了這間公司的Invoice 出來之後 就發覺這間公司 所申報的地址 就是荃灣海盛路9號有線電視大樓 28樓的3B室 就跟東張西望這個個案所說 餐廳老闆見到這座大廈 就以為是某大電視台 沒有死的了 這個情況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致的 版主在這裏就給大家一點資訊 如果大家聽到對方的登記地址 有線電視大樓 就以為那間公司是隸屬有線電視 這個想法是絕對錯誤的 因為有線電視大樓在早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賣散了 我們隨便上一個地產網看 都見到他 很明顯很多單位都已經出售了 又或者是出租了 而版主剛才一開始也說過 這間S TV 他們在不同地方的描述 似乎都是不一樣的 首先在Youtube 這間公司就沒有任何的描述 不過 大家可以留意到 他最後所拍攝的影片 都已經是一年前了 如果打開他們的IG 他們就自稱 是香港第一間小明星訓練學院 和第一個 這個兒童網上電視台 咦 那即是說是兒童電視台 專門找小朋友 而他們的Facebook專頁 又自稱自己做愛心電視台 但是 剛才那些兒童 那些就沒有說 而我們去到他們的官方網站 他們又自稱 自己是媒體有限公司 版面的內容 就十分之多 一時有這個十優系列 一時 又似乎是介紹一些食事 有一些康樂課程簡介等等 甚至樓宇買賣的廣告都有 似乎 他們過往被訪問過的公司 都可以在這裡留下資料 落個廣告 那好啦 於是版主 就上回他們的YouTube網站 那裏 看看他們的影片 第一 就發現他們真的有一個系列 就是香港十優美容院 而且那些片 觀看次數都很厲害 條條都過十萬 那大家就以為 這間廣告公司 真是有料到 那麼多人看 一定幫那些美容院做了宣傳 但是 版主就按了進去 其中一條好多人看的影片那裏 不少的 有十三萬次觀看次數的 但是 影片觀看次數和like的比例 不是很適合之餘 下面留言的 竟然都是些阿差文 似乎 就是有公司 為了等他的影片好看一點 就付錢去買觀看次數 撐到條片的觀看次數很高 就告訴別人 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很多人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之後這間公司 也都拍相關的系列 就是介紹一些所謂的優質公司 而版主 隨便用一張截圖 十二條片裏面 有五條 都是用了尖瑞文的大頭 來做cover photo 不知道是不是用這個方式呢 就跟那些公司老闆說 尖瑞文都有幫我們拍片的 而事實上這些片 又真是有尖瑞文在幫他們講解 甚至是尖瑞文親自跟這些公司老闆做訪問 不過 影片就相當之短 有些 只有三分鐘 有些 只有五分鐘左右 但是 不論影片的長與短 事實是 尖瑞文 也都真是幫了這間公司拍片 所以 東張西望訪問尖瑞文的時候 尖瑞文也都沒有否認 說沒有跟這間公司合作 而他唯一可以否認的就是跟這間公司合作的報酬 是不是真的有八百萬那麼多 而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一些資訊 第一 就是大家聽到版主說 根據這間公司的YouTube網站看到 尖瑞文就只是拍了六條片 但版主就留意到另一件事 就發覺 這間公司發佈影片的時間 是一個大段層的 他在四年前 即是2019年的時候 就發佈了很多的影片 但是 2020年至2021年的時候 就只是發佈了一條 接著再下一條影片 就已經是兩年前 2021至2022年之間 為什麼會這樣呢 版主就推測 剛才這間公司說明 版權費是兩年的 可能有些人 當年真的付了48000元 就付了兩年版權人 兩年版權一個之後 這些影片 就會在YouTube專頁那裏自動下架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剛才版主有說過 在這個網頁上 尖瑞文就只有六條片 但是去到版主後期展輯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是不止的 有一些是尖瑞文做這個 十優系列的影片 就沒有在他們這間公司的YouTube網頁那裏出現 但是呢 就反而在一些個人的YouTube網頁那裏出現 不過現在說回頭 尖瑞文到底是不是收了800萬呢 似乎又真是未必的 因為大家要想一想 這間公司 收每間店舖 四萬八千元兩年 如果我們又假設 四萬八千元全部都是給尖瑞文的話 那這間公司呢 起碼都會找尖瑞文 幫他拍一百七十條影片 才可以翻到本的 但是事實上 流出的影片 有似乎沒有那麼多 那所以呢 版主就認為 尖瑞文收了800萬的這個說法呢 就應該是不成立的 而另外 就是當版主在看完這680條影片的時候呢 就發現這間公司呢 就不僅僅找尖瑞文幫他賣廣告的 原來鄭忠基都有份 這間公司在2019年的時候呢 就上載了一條影片 就是鄭忠基呢 拿著一張疑似卡片的東西 就叫大家呢 支持這個電視所舉辦的十優商戶 不過呢 這條影片呢 就只有四秒長 那所以呢 大家可能看都沒看過 那坦白說呢 版主都懷疑鄭忠基有沒有收過廣告費 那所以說到尾呢 這間公司似乎用一些所謂免費拍片的方式 去做招來 然後呢 就哄人上門傾合作 最後就騙人48000元兩年版原費呢 這個說法似乎是成立的 那只不過他用的手法呢 相對來說就比一般街邊的騙徒就高明得多 第一就是他們真的找過尖瑞文拍過片 尖瑞文也都沒得否認 而第二 他們的而且也是一間製作公司 真的拍過片 他們的片也都真的出過街 而第三 他們又真的推出了一個十優系列 只不過這個十優系列 有沒有認受性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那所以呢 在版主的角度 你很難說這間公司 是不是有些什麼商品說明條例呀 詐騙等等的罪行 只不過呢 這間公司似乎就誇大了 他們的影片可以為客戶得到的實際效益 那所以都是那句啦 如果有人打電話來 說免費可以幫你們拍片 免費幫你做宣傳的話呢 那大家就真的要小心點啦 版主今天的評論呢 就來到這裡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間公司呢 又或者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見解呢 不妨留言說下大家的看法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是說得好的 不妨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呀